Hello,大家好,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在井仔身上就发生了一件相当之突发的事 突发到是说井仔已经原本打好了另一份稿 那也算了,不说这一份了 先说这个突发事件 很开心,Mohan編辑部在刚才打电话给我 收到一个20多万订阅的大台打电话给我 但是井仔就因为几个原因 在听了Mohan的大台打电话 大概是十几秒左右的时间,我就施了线 当然,井仔就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20万订阅的人看得起你 为什么你会施线呢?有原因的 另外,也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井仔昨天拍了一段片 踢包两个黄扮蓝的大台 其中提及过的一个网台就叫做X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提X向 接着就有一个叫做Mohan的大台打过来 究竟是不是这么巧呢? 还是X向就是X向,Mohan就是Mohan 还是有人瓜田里下 时间上面的巧合的确是令人提笑皆非 当然也会去跟大家研究一下一众的话题 还有,井仔也有些说话是想借着这一条片 跟Mohan说 以及跟Mohan提出一些建议 都给各位观众吃下花心 因为可能将来 不单止井仔 跟其他KOL 随时 一起跟Mohan編辑部 会有一个大型的互动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最后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特别是Mohan你帮人 记得扫描隔离二维码 你们就不要扫10元那么少了 不过你们不在香港就不知道 AliPay你们对不对 WeChatPay你们对不对 PayMe你们都可能没有 PayPal我都收的 Mohan編辑部 你们可以用PayPal支持一下我井仔 Mohan編辑部 都已经提早上载了我和Mohan的互动影片 那一段影片 先不要说内容 只是说封面图 有井仔的样子 也有井仔所制作昨天那集的 其中一个封面图 虽然当中的图片段 是有改了一些图 有帮我遮住眼睛 但是就没意思的 因为都想提回 Mohan 因为井仔 可能你们12月尾才没看我 我在12月尾的时候 上年12月尾 同样就是被另外一个 黄扮蓝的KOL 也是大台 猴子仔 因为我有些影片 就和大家讨论猴子的时候 我封面图也是和Mohan一样 就是用了那个人的照片 然后就改了一些图 但是最后我也是给那个猴子 和Youtube投诉 令到我的影片下架 也吃了一个版权警告 希望Mohan知道 其实吃了三个版权警告 我的频道就会收档的 当然 最后就因为道理在我里 所以我就上诉成功 我相信 如果你要去 诡辩 或者狡辩 你都可以去撤销到这个版权警告 但是 如果我真的要去告你的话 其实你的频道 都会面临一个小小的麻烦 但是当井仔说得这一段说话出来 就代表了 我是无意去因为 那些黄人去搞我耍的阴招 而我同样就用回这些阴招在你们身上 因为我就是一个有道义的人来的 只不过是顺便提醒一下你 希望你们之后 不要在封面图上去犯这些错 因为好彩你们遇到那个是我 我暂时没有兴趣放下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赚钱 所以就提醒一下你 因为如果你们遲些遇到其他人的话 你们就未必那么好彩的了 既然我都间接拯救了你们三分一频道 就扫描一下旁边的PayPal 弄回一两个水 让我喝下茶也不是很过分的 希望各位观众就不要介意 为什么今天井仔这一条片的态度比较轻浮 因为我跟芒向这个朋友说话的时候 态度是轻松一点 那说回今天的重点 究竟为什么芒向打给我的时候 井仔会这么没礼貌去咳人线的呢 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井仔我自己预计不了 我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为什么无端端有些大人物打给我的 不管你芒向打给我也好 还是其他大台打给我也好 其实我都是一个很易紧张的人来的 就吓我了 另外就是说 刚巧井仔昨天就说了 踢爆了个黄瓣瓣的网台 就叫做X向 芒向打给我也不知道他想问什么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昨天的影片有关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打来的目的 以及我受宠若惊 都不是一个最有力的 为什么我这么没礼貌 咳线的原因 有些什么不知道就在电话那里闻到知道 但是很可惜 因为我脑里面 我本身对于诈骗案来说是很有经验的 芒向不知道的话可以看回我的神早新闻 井仔对于骗图骗案 诈骗手法可以说是相当之纯熟的 第一时间当我知道有人打给我 但是我本身 如果有国安署的人看到的话事先声明先 井仔我跟芒向不熟的 芒向都是今天7月16号第一次打给我 我们的对话已经在芒向上载了 都大概是十几秒的时间 国安署的警察我跟芒向没什么关系 我猜到芒向一打来 除了许留山的声音 我后面还听到其他人的声音 我认不到是谁 总之就是 多于一个人打给我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猜到他们芒向应该是有录音的 为什么在有录音的情况下 我就要剪线呢 是不是担心自己的口味不够人的 怕被人录到自己 诶诶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这些口吻 所以才那些刺线呢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这个作为一个拍片人的立场 需要跟大家说清楚 特别就是说 其实井仔也拍了一段时间的影片 都大概一年多 我绝对不是说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因为我连十万订阅都未到 但是我奋斗了这一年的努力和很多观众的支持 令到我的订阅数有34000 也是因为有众多的观众支持订阅留言欣赏 虽然我的商业价值并不高 但是哪怕你的商业价值只是值10元也好 还是只是值1元也好 都是绝对有这个商业价值的存在 既然你芒向打来又不跟我说 你有录音的话虽然我猜到 我提早剪线 因为我担心芒向就真的会拿我的名字来赚钱 结果最后他们就真的上载了我的影片 究竟他们最后用我的名字可以赚了多少钱回来呢 就算少也好 不是说偷10元和偷10亿 就代表偷10元那个并不是偷 单纯是我因为太过熟知骗徒的手法 我就及早止舌截断了这通的电话 还有关于录音又没有在电话里面提早去说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放上网究竟属不属于犯法呢 这一样东西大家可以想想 不过大家都知道 芒向的人他们就不在其他国家 香港警方就算想捉也捉不到 当然可以视法律如无物 你第一句确认完我是不是井仔之后呢 你又没有提醒这个是电话录音呢 在相关法例那一方面呢 抱歉啦 芒向就算我想帮你兜都兜不到 另外就是说 如果芒向你想找我去一起录节目呀 进行什么商业合作活动的话呢 其实就应该事前就应该要有个沟通的 就不是说你在没问过我 就录音就打来去走去问我 例如说你都要交代清楚的 究竟你找我做嘉宾 究竟我的节目块 我的居马块 我的酬劳有多少钱呢 不是说我贪不贪钱的问题 而是你作为一个东道主 还有啦 你现在在没问我东西的情况之下 就已经把我把声音放了上去的话 其实已经是拆 已经是偷的行为的一种 另外就是说 你可以问我 可能我心情好 我就觉得 你大台啊 我不收你钱啊 但是呢 无论你拿别人的什么都好 就是你偷别人的钱也好 你偷别人的钱也好 你偷别人的钱也好 就是这么大个人 我相信你们都不是二十多岁的了 可能随时你们有些人都做到我老爸 不过呢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朋友啦 但是教小朋友 拿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就记得要问别人给不给 如果别人不给的 是不是确定拿呢 还是就是说 你不问 确定拿了别人的 还要放上网先 希望啦 就是这么大个人 就不要被个年轻在那里说教 希望呢 就是你们在这个范围可以做一些合法和道德的范畴先啦 另外啦 就是我作为一个资产的拥有者啦 我担心自己的价值被盗 但是呢 盲向就在你段影片那里说人家不跟你正面对话 那么需要我打开了个银包 给了个频道 将频道所有利用转移钱给你 每天帮你免费拍片录音 写完稿才叫做正式跟你对话呢 是不是 其实造册真的不重要的 我自己呢 不会歧视造册的人的 因为 我以前都见识过一个乌尼妈叉的世界 不过我猜不到原来在拍片这一年的时候 也还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些什么故人的 其实想和我重新展开对话没问题的 不过你可以电邮我或者WhatsApp我 大家谈一下价钱先啦 另外还有就是说 究竟我的频道又可不可以同时是开直播 令到一些原本在看着正式的观众 去我的频道那里看 而不是去你的频道去看你的广告呢 这一样东西都希望你们问回清楚我啦 还有我自己呢 就不是做开刹的 那如果我都要在自己频道开直播的话呢 那我都会正式去问芒向一次啦 因为趁人不觉意 那偷人的东西呢 即我作为虽然我穷啦 我没有你们那么有钱啦 又做生意啦 但是我有道德啦 我不会为了一个几毫 而放弃自己人品人格 还有不会犯法啦 还有呢 可能芒向打给我就 就跟我昨天一段影片 即是提及X向无关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 其实这几天呢 讲了很多星期二得道的影片 那大家呢 如果有心上网看 或者看其他KOL前辈的影片 都可以发现喔 原来呢 2018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们芒向呢 原来跟星期二得道呢 就有这么多的 就是说大家这么多合作的经验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就是我说了星期二得道 所以就得罪了芒向 那所以芒向就打电话给我啦 那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啦 其实对话呢 我就真的不是太反对的 但是正如呢 好像邮学修和蕭若元说的 其实有什么不如回来香港说咯 是不是先 那你又讲广东话 我又讲广东话 我又是香港人 那不知道你认不认自己是香港人啦 或者你可能不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人都不顶的 那总之我就是中国香港人啦 我说比较呢 就是喜欢跟别人就是在香港那里面对面沟通的 那我答应你啦 芒向 就算我穷都好啦 那也都刚才被人偷了几元鸡 放了一些我的录音上去都好 但如果呢 你们其中有人回来的话呢 我答应你 请你们喝茶跟着我们再一起拍一条片咯 还有我都答应你啦 就好像冲散那样 那样 井仔都知道芒向和冲散有很多关系的 那不过呢 冲散在出席其他人活动呀 其他人和他合照的时候呢 那大家都很有默契 就会打格仔呀 或者整个公仔 遮住冲散的真面目 就去 尊重回冲散的意向 那当然啦 我都很尊重芒向的意向的 那你们不愿意出样不要紧要 不过呢 最起码回来香港才一起说话啦 是不是 那格仔呀 或者公仔那些呢 我一定会帮你打 我一定会帮你上的 那最多真是的 我穷极我都会请你吃餐饭 那希望你们可以过来香港啦 另外有样东西呢 井仔都八思不得其解的 那希望芒向都可以解释一下啦 因为昨天呢 就叫做 讲X向的这个 这个 即是黄瓣蓝的 网台的时候呢 其实就好像 不是只有我一个 说的 那还有我又不是 第一个 说的 是不是呢 我印象中呢 有两个前辈 那这次 开了名字啦 那肥仔杰 和刘文杰 都有提过 X向这个网台的 不知道啦 X向 跟芒向又有什么关系啦 不过我唯一好奇的就是 咦 芒向 只是打电话给我 那究竟芒向 有没有打电话给 肥仔杰 和刘文杰呢 那如果有的 那不妨将段录音 放上网 公道点 给大家看一下嘛 那如果人家可能比较忙的 或者不听你电话的 那都将对话记录 放上网 给大家看一下啦 是不是呢 还有呢 我刚才才看回电话发现呢 原来 芒向你们很喜欢133 打给人的 都挺过瘾的 是不是 第一次咳你电话呢 因为我就 我担心 不是担心 因为你们真的偷了我的录音 只不过之后就收到那么多个匿名电话啦 但是呢 我也是刚才才知道 因为井仔我呢 以前 经常都被连登仔黄人骚扰呢 所以我早就Block了133 那你想着匿名联络我呢 不好意思啊 因为几年前的连登仔 和你做同一样东西 都是133不断打给我 所以我每逢换电话的时候呢 我第一时间都是设计了Block133的 令到你们的匿名电话接收不到 自动剪了线呢 我都是隔了一段时间才知道 那就真是不好意思啦 还有啦 关于重新去约芒向这一样东西呢 待会再说一说的 总之就很奇怪啦 为什么呢 芒向这么看得起井仔呢 好选不选啊 肥仔杰又不选啊 劉文杰又不选啊 偏偏选啊 井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了井仔呢 12月底 被个猴子搞过 被黑暴搞过啊 黑暴没人搞他 我们不怕我们20万 对死这个三万订阅的年轻先 做他啦 做他啦 那在这里呢 都可以和各位观众说一声啦 其实井仔呢 一直强调自己没有背景 和大家看到的 旁边二维码写着无具打压啦 这一样东西呢 全部都是说真话的 因为井仔我呢 一直都是一个 用说真话行事的人 你说有些东西我会不会 不说不想说呢 有的 但是那些东西呢 因为我不说 所以你都不知道我不说什么的嘛 对不对 但是总之呢 我说得出来的 全部都是真话啦 那都很多谢 芒向编辑部呢 间接帮井仔 证明了呢 井仔就是一个 没有背景 没有人支持的人啦 各位观众看到来这里啦 那真的知道呢 芒向都间接帮井仔 证明了我没有背景的话呢 所以很多时候都很希望 各位观众呢 可以慷慨解囊啦 每个月十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那另外就是说啦 其实如果芒向呢 想找我做嘉宾去录集节目的话呢 除了钱银问题我们还没谈之外呢 就算钱银问题谈好了之后呢 我都会觉得 诶 其实我们只有我一个人做嘉宾呢 好像不太好啊 所以呢 我有个提议在这里 不过不知道芒向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啦 那你相关的提议呢 你可以拍片回应我的 也希望下次不要突击打给我啦 因为我的存在呢 是服侍观众就不是单纯服务你的 不是说你打给我呢 我就需要听的 那我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啦 那我提出个建议啦 不如这样啦 昨天我眼见的 肥仔杰啦 刘文杰啦 还有我 那我都有提及过一个叫做X向的网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不如我想办法啦 虽然我不懂刘文杰和肥仔杰 那不如我试试去联络刘文杰和肥仔杰 接着我们三个人 接着你们芒向再派三个人 大家一起合作去录片 那大家一起聊一下 就是我啊 肥仔杰刘文杰口中的X向 究竟与你芒向有没有什么关系咯 还有呢 其实我自己也有些事想访问一下芒向的就是说啦 都希望芒向交代一下啦 不是说错说错 不是跟我交代 不是跟我交代 不是跟国安交代一下 因为毕竟呢 就算我一个普通的小市民 在网上都见到 芒向原来以前和星期二得道有这么多千丝万扭的关系的 不知道究竟今次健仔这件事你们关不关事啦 虽然我刚才就说 就是我不歧视人做财而已 但是呢 如果有些人真是 罪好骚髒好黑的话呢 其实我都有一些怕骚髒的 我不是说结痞啊 就是你小小骚髒我都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衰到和国安那些 和健仔四十万那些有关或者是知情不报的话呢 暂时建议不要黏起来咯 那这个呢 都是我其中一个会剪线的原因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 喂在个电话里面 你会不会无端的爆了健仔的资料给我听 然后到时就确定屈我又是知情人士又说我知情不报的 这样是不是呢 虽然啦 即是井仔我四五年前 被些年灯仔网络欺凌啊 好像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芒向打完给我之后 就有很多个133打过来啦 同时啦 也都经历过港安医院很多不合理 不公平 甚至乎可能有少少违法待遇的对待啦 那这些 芒向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我单 在香港01报道的新闻 亦都可以拍条片去跟芒向的观众说一说 因为毕竟这件2017年的事都是一宗新闻来的 不知道芒向会不会去说 还是就是说 同星期二到最近发生的事好像没有去说 不过啦 回到主题先 井仔我呢 就是一个 结身自爱的人来的 我就不希望 因为有些人可能跟我聊天 或者找我做完节目之后 我担心被人怀疑我是罪犯啦 那所以就有少少尴尬啦 所以做节目呀 找嘉宾那些不是不行的 不过就 希望啦 可以等 最起码个观感上面啦 不要说叫你们上法庭啦 那便厘清了 即是你们和星期二得道之间的关系 那先证明了先啦 如果不是呢 即是作为一个良好市民来说 有时候不是那么想那屎上身啦 那希望芒向能够理解啦 作为一个良好市民 对于一个可能潜在罪犯啦 不知什么什么的担忧啦 那还有啦 我个人来说呢 其实讲讲下我也有点兴趣呀 真心呀 其实我也很想找肥仔杰和刘文杰 大家一起再找芒向做节目啦 那不过呢 就反过来 不是你来访问我 是我们来访问你呀 因为我相信呢 例如说你是肥仔杰的观众 或者你是刘文杰的观众呢 其实我想大家都很想看下 哇 大家的订阅数加上好像六十几万哦 那大家做一个联播活动 那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 星期二得道的问题咯 那不知道芒向怎么看啦 那不过呢 这个提议是我临时提出来的 那我自己呢 我不认识肥仔杰和刘文杰啦 那我都没有他们联络方法 那如果有观众能够提供的话呢 都希望可以私底下WhatsApp我啦 等我可以问一下肥仔杰和刘文杰 不如我们一起去找芒向做节目 看看有没有兴趣啦 因为呢 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说呢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兴高采烈 六七个人呢 一起开开心心做联播的嘛 对不对 那还有啦 就是作为一个流量去分析去想呢 其实很多报章和传媒都很想知道 就是星期二得道更加多的细节啊 那我们就和星期二得道没有任何的关联啦 那不像你们那样 因为我们都很想知道 因为我们去问星期二得道 大家都预了星期二得道不会回答的 那究竟就是报章所写的星期二得道 不是不是 星期二得道自己说 他们说用了一百万去帮健仔这件事 那芒向你们可以分享一下是真还是假呢 那还有啦 星期二得道呢 是不是真的收了四十万 然后不帮健仔这个手足呢 那我自己呢 其实都很想知道的 那既然你们几年前那么老有鬼鬼啊 又说什么什么呀 又清兴到底一起做节目的话呢 那怎么看 你都会知道这些内幕多过我啦 是不是 因为健仔这件事 作为一个社会时事性的新闻呢 其实真的很多人去留意和关注 那作为一个网台人士的我呢 我当然都希望如果芒向能够不论息的话呢 就可以分享更多你和星期二得道之间的关系 那等我们呢可以掌握更加多的一手材料 那令到井仔的台的资讯可以更加丰富啊 那当然我都明白的 就是一手材料这些就要钱啦 那如果你觉得你手上关于星期二得道的材料是值钱的 那你想谈下价钱问题呢 都可以联络我 那如果我能够负担得起 或者我觉得这个价钱合适的话呢 我都不排除就是说了 会和芒向去买一些资料的 那当然啦 买完之后作为一个良好市民呢 那当然都会第一时间交给国安啦 因为井仔就 虽然我是贪钱 但我都知道呢 如果我能够用自己少少的金钱 或者各位观众的赞助呢 能够买得到更加多 即是有机会和星期二得道这个黑暴集团有关的资讯呢 我觉得就算是花几千元呢 我愿意倒贴出来都不要紧要的 那另外啦 就是我都见到呢 好像有些媒体都踢爆了 原来谭香文和星期二得道呢 有很多偶断丝连的关系啦 那井仔都想知道的 因为井仔附近呢 就是谭香文的那个领域这个地方啦 那作为一个平时可能有机会都亲眼见到的人呢 我都想知道究竟这个谭香文和星期二得道 那还有我见到有些照片呢 好像是不知一八年一九年的 那究竟就是当时 芒香编辑部又分离了没有呢 那究竟就是 会不会你们芒香都是和谭香文有少少关系 有没有联络 那不妨就分享一下给大家知道啦 还有呢 其实不单止我刚才上面所说的肥仔杰 刘文杰这些前辈KOL的 因为我印象中呢 芒香都和其他的KOL有很多偶断丝连的关系啦 甚至乎连立法会议员李梓敬都好像有少少关系的 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呢 我可不可以邀请了李梓敬大家一起做个节目呢 那我都很想试试和立法会议员一起和芒香做下节目啦 那总之呢 其实都很开心芒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的 那不过呢 下次就不要做财啦 那说明先啦 那就算是财也好呢 不要紧要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做错事 不一定是要赶尽杀绝的 也应该是有原谅和悔过的机会的 那如果 不过呢 好像星期二得道这些呢 罪大恶极的 就不可以说因为他们只缺了一次 那就原谅他们 但是呢 我这个人我不知道是比较大方 那总之呢 今次你们偷我东西呢 我不会背后去搞什么小动作呀 也都不会是说向youtube去投诉你们的 那这一样东西呢 我在这里和各位 和芒香 和所有观众呢 去承诺这件事呀 那另外呢 真的充心希望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联播是可以造成的 因为除了芒香你对井仔有兴趣之外呢 其实大家对于芒香呢 都好有一个的兴趣呀 那说到最后啦 希望啦 即是在井仔30岁之前啦 那我7月27号呢 就27岁生日啦 那希望呢 可以在30岁之前呢 能够和芒香的人在香港本地做一次的合作拍片呢 那好吧 那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是芒香的观众呢 都希望你可以多点去看井仔的其他影片 因为井仔的其他影片呢 其实我都很努力去写稿的 那当然除了神早新闻之外啦 那希望你们都可以欣赏一下井仔的影片 那如果觉得挺好的都不妨留言订阅赞好啦 还有就是芒香都帮井仔证明了我是一个没有后台的人 那所以芒香呢 就似乎会选择倾向找我 那多个去找刘文杰和肥仔杰的 那知道我没有背景和就生活艰苦 都希望芒香的观众可以的话呢 那素描隔离以为马 那除了做芒香的粉丝之余呢 也都做埋井仔的粉丝 那希望啦 小小的每个月10元的支持一下我啦 那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